微信上时不时发这四个字的男人,其实就是喜欢上你了 喜欢是一种情不自禁,无法抑制的感情 当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心里总会想着他 脑海里总会有他的样子,总想和他交集,总期待着和他见面 无论是喜欢上一个人,还是被一个人喜欢,都会有一种幸福和甜蜜在心头 心中多了一个期盼,生活也因他的存在变得丰富多彩 男人喜欢上一个女人之后,就会主动和他保持联系 时不时给他发消息,可能不会直白地告诉他 我喜欢上你了,怕女人一时间接受不了他,他不再愿意搭理他 男人会循序渐进地和女人拉近关系,彼此之间一步步熟悉了解 一步一步地打动他,让他喜欢上自己 所以男人面对喜欢的女人,往往会小心翼翼处理两个人的关系 会默默地为他付出 微信上一个时不时给你发这四个字的男人,其实就是喜欢上你了 对你动了情,只不过还没有和你表白罢了,不要不懂 在干嘛呢?喜欢你的男人心里惦记着你,心里想着你 总是想知道你在做什么,也想和你聊聊天 在干嘛呢?就是想和你聊天的开场白 他早上睡醒一睁开眼就会想起你 忙完工作一停下来就会想起你 晚上关灯睡觉的时候还会想起你 甚至连吃饭的时候,上厕所的时候都会想起你 都会问你在干嘛呢?他并不是闲得无聊,而是他把你放在了他的心里 对他来说你是最重要的女人 你牵动着他的情,他的心,情不自禁就会想起你 简单的四个字却透露了他对你不一样的情 不要忽视一个时不时给你发这四个字的男人 他正在小心翼翼地喜欢着你,有时间吗? 喜欢你的男人总是盼望着你能腾出专门的时间给他 他希望你能陪他聊天,你能陪他吃饭,你能陪他看电影 只要能把你约出来,做什么都是开心的 他做梦都想和你见面的场景,总是期待着能陪你在身边 只要你能有时间,他宁可放下一切事情,也会飞奔到你的面前 当然他怕自己打扰到你,他怕你不愿意搭理他 就连想和你聊个天都会小心翼翼地 都会先问问你有没有时间,生怕你不回应他 时不时就问你有时间吗?的男人,其实很在乎你 很在乎你的感受和想法 他就是对你动了情,真正喜欢上你了 我去找你 当你们彼此之间更加熟悉之后 男人就会主动约你见面 想和你在一起享受二人世界 会带你去吃好吃的 会带你去玩好玩的 恨不得把所有快乐都带给你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分开一刻就会甚是想念 总是想在你身边和你一起做一切事情 陪你经历一切 哪怕只是简单的打打闹闹,都觉得很幸福 见面次数多了,就觉得已经离不开彼此了 恨不得24小时腻在一起 不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无心做任何事情 心里想的全部是你 总是喊着要去找你的男人 就是彻彻底底爱上你了 把你视为自己的女人 总想守护在你身边 陪伴着你,给你温暖和安全感 有恃之声 当你对他也有了好感之后 也愿意去依赖他的时候 你愿意遇到事情,第一时间找他帮忙 哪怕是生活中的小事,你也会找他帮你解决 当然他喜欢你 心里有你,愿意为你做一切 对你能做到谁叫谁到 只要是你对他有需求 不管难与不难,他都会努力为你办到 他喜欢你依赖于他,也习惯你依赖于他 他愿意替你处理一切事情 把你的事情都当成他自己的事情 甚至把你的事情看得比他自己的事情还重视 有恃之声,总是这样告诉你的男人 就是把你装进他的心里 把你放在了第一位,他不怕你麻烦他 而是希望你主动麻烦他 美好的爱情都是可遇而不求的 也许你苦苦寻找的时候,却怎么都寻不到 而你失了望,不再愿意去寻找的时候 他又主动来到你的面前 喜欢你的男人不是随时都有 要是遇到了,就好好珍惜吧